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逃跑行为如何影响了战争的成败 假如他们没有在陆战和海战场上先后逃跑 整个甲午战争的局面会不会有所改变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1894年9月15号 这是一个甲午战争当中应该被我们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虽然不像之前的7月25号 日剑集野号在封道海面不寻而战 打响甲午战争第一枪那么著名 也不像之后的9月17号 中日两国军舰在黄海大东沟 打响更为惨烈的黄海海战 那样的让人扼腕叹息 但是这一天 对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 却有着几乎同样重要的关键作用 大屏幕上出现的就是当时朝鲜平壤的七星门 城门楼子上我们还能看见用汉字书写的七星门三个大字赫然可见 似乎在诉说着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1894年9月15号这一天 正是这个七星门城门大开 大队的清军士兵从城门鱼贯而出 对了请注意 是鱼贯而出 弃城而逃 自此平壤陷入了日军之手 占据了平壤的日本人 随即迅速占领了朝鲜全境 中日之间的路上战火 再没有朝鲜作为缓冲地带 日军自此将朝鲜作为踏板 迅速把战火烧过了鸭绿江 烧进了中国 大屏幕上现在出现的是 今天朝鲜首都平壤的七星门 红柱拱顶和城墙上斑驳的石块 依稀可以分辨出当年的模样 120年后的今天 我们可以试着大胆地推想一下 如果当时清军没有从七星门鱼贯而出 没有放弃平壤 日军可能就不会最终占领朝鲜全境 并且以朝鲜为踏板 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境内 只是在120年前的那个9月15号 并没有这样的可能 这一切都源自我身边的这个人 叶志超 对于叶志超的大名 想来您并不陌生 乃至今日的中学历史教材当中 提到甲午战争的平壤之战 都会说到 叶志超为保全个人利益 贪生怕死 临阵脱逃 一袭狂奔500里 造成全线溃败 平壤失陷 可见 叶志超这一逃 对于平壤乃至后来的朝鲜全境 陷入日本人之手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是我们回顾历史 除了扼腕叹息历史的必然性之外 更要探寻造成这种必然性的原因 以始为鉴 才能不让历史重演 那么叶志超到底为什么要逃呢 在东方冰势激烈于书中 曾对1894年9月15日夜 叶志超的这一逃 有着清晰的技术 书中曾引述 曾经历此事的清军军官 文树善的技术说道 当夜 阴云密布 大雨倾盆 说明1894年的9月15日夜 平壤正值大雨倾盆 兵勇冒雨西行 恍似金弓之鸟 不问路径 结队直冲 清晰地记载了当时逃跑的清军 冒雨而逃 宛如金弓之鸟 路都不问 有路就乱冲的情景 但就在此时 敌兵各式枪炮 拦路截杀 各山口把守严密 视如天罗帝王 数次横冲 无息可入 只可惜 敌人早就有准备 见清军到来 枪炮齐开 而且各个路口 都有敌军把守 宛如天罗帝王 任清军如何冲击 都无路可逃 而更惨的还在后头 前军遇敌机 只好回头向后 而后兵遇掏身命 直固奔前 黑夜昏暗 南北不分 也就是说 跑在前面的清军遇到敌人 只好掉头向后 而跑在后面的清军 却还是在继续往前跑 一时间天昏地暗 方向莫变 比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 亦是几军 放枪持刀 混乱相杀 深可怜悯 往后撤的清军 和往前跑的清军撞到了一起 黑夜里 谁也看不清谁 只好挥刀乱砍 殊不知 倒下的 都是自己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 这让人不忍注视的一幕 1894年9月15号的深夜 平壤城外 大雨如注 清军原想 趁夜顿逃 可没想到一出城 就遇到了日本人 混乱之中 清军前后互相践踏 甚至不便敌我 互相砍杀 清理这一幕的清军的军官 鸾速善 不禁哀叹 清军此战 自相践踏 冤屈谁知 惨目伤心 不堪言状 回想起当时这一幕幕惨剧 任何一个热血男儿都会想 既然如此 为何不战而逃 是啊 清军到底为什么会不战而逃呢 清军之所以从平壤撤退 首先是因为军心不定 当时城里面的清军 感到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 这是因为日军在从南向北进攻的同时 派出了一支部队叫做圆山支队 这支部队在平壤北方的圆山港登陆 然后从陆路直接攻打了平壤的背后 也就是打了他的北门 那么当时清军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他能够在单面 就是如果别人从正面来 他可以顶一顶 但是如果前后都有敌人的话 陷入了父辈受敌的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都会军心大乱 所以战斗意志迅速消沉 所以所有的士兵都在想逃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这样一支部队还号称是怀军精锐 怎么军心这么容易动摇呢 一点也不奇怪 这是因为当时清朝的军队 他并不是抱着那种 积极的去作战的这种心态 来出国作战 清朝当时的军队 比如怀军 他最开始组线的是团练 团练是靠什么来打仗的 是靠掠夺来打仗 包括乡军怀军都是这样 他的士兵为什么去打仗 主要是为了发财 那么出国打仗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好处可捞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去打 那无非就是报恩而自 因为他们觉得是什么呢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朝廷养了我们这么多年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为报答朝廷去打一打 但是作为当时清朝这个军队 顶了一天以后他会怎么想呢 他会想啊 我在这打仗 是为了报皇上的恩 报中唐大人的恩 那么这一天的时间 我已经替他们打仗了 替他拼命了 那么现在我恩也报完了 报完了该怎么样 我该保全我自己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 能够压得住的主帅 来统领他们的话 还有可能这个仗会坚持下去 但不幸的是 在平壤的清军 偏巧碰到了一个战斗意志 特别弱的统帅 这就是清朝军队之中 著名的逃跑将军 长腿将军叶志超 由于他的逃跑 造成整个清军防线的崩溃 于是主将先逃 在兵为将有的时代 这些士兵自然就跟着主将逃跑 就造成平壤防线的整个崩溃 1894年9月15日 白天偏死将日军 挡在平壤城外的清军 入夜后 却在主帅叶志超的带领下 冒雨逃出了平壤城 平壤并未失守 这个曾经因军功被清廷 授予勇士称号的叶志超 为何会在这个时候选择逃跑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叶志超做出了这样 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 曾经深刻地影响了 中国的历史进程 甲午战败的耻辱 自此深深地印刻在了 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 回望历史 您是否会做这样的推想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 甲午战争的结局 会不会有所不同 让历史照进现实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1894年9月15号这天夜里 清军不战而逃 其壮之惨 直到120年后的今天再度回首 依然让人唏嘘不已 根据日本人所写的 《日清战争》实际一书记载 仅仅在这一夜之间 清军在逃跑路上被打死的人 就多达1500人之多 此外还有683人被俘虏 第二天 也就是1894年9月16号一大早 日军一边高呼天皇万岁 一边进了平壤城 此时 平壤城内 不仅不再有清军的义兵义足 连城里的老百姓 也逃得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夜之超又在哪呢 他还在逃 根据记载 在日军16号进入平壤城的时候 夜之超是跑到了平壤北边的安州 在安州 夜之超没忘了汇报军情 说是因为日本人三四万人 围着我们打了整整五天五夜 实在没子弹也没吃的了 才从平壤撤离 谎报完军情之后 夜之超继续上路 一路向北 直到21号 逃过鸭绿江 回到大清的境内 这才停下了脚步 只是 夜之超真的是因为被日本人围着打了五天五夜 弹尽粮绝 才决定逃跑的吗 让我们再回到夜之超最初逃跑的那一天 1894年的9月15日 这天凌晨 日军大举进攻平壤 为打开平壤城的缺口 日军集中兵力 攻向城北的制高点 负责守卫城北的清军将领 左宝贵 深知北城制高点一旦失现 整个平壤城 就将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再无险可守 为激励将士 他穿上自己之前 因战功被朝廷赏赐的黄马褂 登上城北城楼 亲自点燃大炮 和守城将士一起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 只可惜 身穿黄马褂正在城楼上的左宝贵太过显眼 很快就成为了日军炮火攻击的目标 不幸 一发炮弹呼啸而来 正中左宝贵的胸膛 左宝贵轰然倒地 血染成楼 左宝贵虽然死了 但他的精神感染了大家 守卫城北的清军将士们 无不誓死如归 顽强抵抗着日军的进攻 激战一天 日军以死伤七百余人的代价 紧攻下了城北的外城 但内城扔在清军的手中 这位清朝的高级军官就是左宝贵 想当年 面对数万日军的疯狂攻击 左宝贵身穿黄马褂 站在城楼上 侵然大炮奋力反击 直至壮烈殉国 何其壮灾 左宝贵用自己的行动 激励着守城的清军 那一天下来 日军并没能攻破平壤城 平壤城还在清军的手里 根据左宝贵的事迹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想 如果清军当时继续抵抗 至少还是有仇马的 可是 怎么到了夜里 清军就弃城而逃了呢 我们找到了一张 夜志超当年的照片 虽然看不清面目 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 居中的夜志超体型魁梧 有点五大三粗的意思 和身旁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可惜啊 身材的魁梧 有时候和胆量 并非形成正比 趁着日军暂时退去 夜志超把手下召集到了一起 大家原本以为 作为主帅的夜志超 要布置下一步 如何继续御敌 可没想到夜志超翻来覆去 他只说了一件事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那就是该撤 据曾经参加过平壤战役的清军军官 鸾树善 在其所著《楚求义士》一书中记载 夜志超对大家说道 北门咽喉即失 弹药不齐 运转不通 军心惊具 也就是说 在夜志超看来 城北内城虽然还在自己手中 但外城丢失 已然意味着关键要地被日军攻下 加上自己现在弹药不多了 运输也不容易 大家应该都害怕 不想打了 于是 夜志超继续说道 若敌兵连夜攻击 何以预知 不若暂气平壤 另比交心 仰我睿智 载图大局 一气成功也 也就是说 夜志超问大家 这种情况下 如果日军连夜地再来攻打 我们怎么挡得住啊 不如不要平壤了 让日本人高兴高兴 等他们骄傲了 咱们也缓得差不多了 到时再来反攻 一定可以夺回平壤 好 一个仰我睿智 再图大局 一气成功也 只可惜啊 身材魁梧的夜志超 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他却做不到 假如当时 夜志超真的在逃跑之后 养精蓄锐 四级反攻平壤 真的能够一气成功 相信今天的夜志超 在历史教科书当中的记载 就不会是贪生怕死 这四个字了 夜志超啊 在平壤 应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正是由于他的决定 才使清军呢 迅速地从坚守 变成了撤退 变成了逃跑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夜志超实际上一进朝鲜 就体现出了他这种 作战意志不足 随时准备逃跑的动摇 夜志超最初是以 直立提督的这样的身份 带兵到达朝鲜 进驻崖山 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是清军 和日军接触的最前线 但是结果在崖山呢 他自己根本就不敢上前线 他把他的副将 涅士成 派上了前线 而自己呢 则留守大营 涅士成在前线 出现了危机 向他求救兵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派人去增援 反而自己率部先走 夜志超撤退之后呢 还向朝廷上奏折 说坚敌两千人 取得了所谓的 压山大劫 李鸿章对他很信任 一听到他报劫呢 认为他确实打了胜仗 于是给予赏银 并且呢 转升他为 在平壤城下 所有清军的总指挥 当平壤战役 打到当天傍晚的时候 夜志超呢 就提出 不要再打了 我们撤退 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出 这个撤退呢 我们在后来的史料之中 才发现了一点端倪 原来啊 他在一到平壤的时候 他就想撤到压力江去 怎么没走呢 因为在平壤 有一个坚决主张抵抗的 大将左宝贵 左宝贵把自己的亲兵 派到了夜志超的身边 盯着他 不让他逃跑 那么面对这个 左宝贵的亲兵 在旁边的监视 夜志超没有办法逃跑 才不得不在平壤 坐镇指挥 在玄武门之战中 左宝贵阵亡 那么他对夜志超的监视 也不复存在了 于是夜志超 立刻召集中将 准备撤退 夜志超精心设计的逃跑计划 为何会被日军一眼识破 日军又是如何在 清军逃跑的线路上射服 导致这一逃清军死伤禁半 当年 如果夜志超没有逃跑 而是选择继续战斗 日军是否不会这样 迅速地占领平壤 继而以朝鲜为踏板 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我们再顺着夜志超的逻辑推想一下 如果当时夜志超真的如他所说 撤离平壤之后还刺激反攻 平壤会不会重回清军之手 日军会不会无法占据朝鲜全境 以至于以朝鲜为踏板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这一切如今都只能是未知数材 历史真实的情况是 夜志超不顾重将领中有人反对 拍板决定就怎么办 一个字 撤 1894年的9月15日下午4点 平壤开始下起了大雨 就在此时 平壤城门支的一声打开了一条缝隙 一名朝鲜人收取了一封书信 走了出来 静止向日军阵营走去 原来这是夜志超以朝鲜驻守当地的官员 平安道观察室民禀室的名义 派人向日军送去的一封信 信中夜志超明确地告诉日军 自己不打了要撤了 平壤城就留给你们了 只是填不住夜志超 据日本军事记载 这封信送到时 由于正天降大雨 因此信被雨打失 而不可读 根据历史记载 拿着手中这封湿漉漉的信 搞不清清军是什么意思的日军指挥官 策马来到平壤城下 向着城内大声喊叫 如果你们投降 我军可以接受 但是你们得赶紧打开城门 交出武器 但是日军指挥官喊的是日语 城里当时没有日本人 中国人和朝鲜人听不懂 所以一番周折之后 双方只能各派代表 你一笔我一笔 在纸上用汉字来交流 最终日本人听明白了 清军的意思是 我们要撤了 但是现在啊 城里的人还非常多 而且非常混乱 而且天下大雨 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再开城门 你们再等等啊 明天一早就能进平壤城了 夜志超的意思 日本人终于搞明白了 但是日本人想了想 又糊涂了 以日本人崇尚武力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性格 他们实在搞不明白 白天还和自己奋勇作战 还有一个穿着黄马褂的将军 亲自开炮向自己轰击的清军 怎么天刚擦黑 就变成了怂包 要投降了 这不合逻辑啊 莫非清军有诈 魏拜先祥 从来都为兵家所不耻 夜志超的逃跑决定 最终害的是他自己 和手下的数万清军 1894年9月15号的这个雨夜 不相信清军会投降的日军 在清军的彻底路线上 设下了埋伏 一举击杀逃跑的清军 1500人 俘虏将近700人 夺下了平壤 进而占据了整个朝鲜 夜志超 这个曾经因为军功 被清廷授予巴图鲁 也正是勇士称号的清军统帅 从平壤一路向北狂奔500里 直到逃过了鸭路江 才停下逃跑的脚步 夜志超不仅被清廷判处斩监后 更在120年后的今天 成为了胆小窃战 临战脱逃的代名子 在今年的4月份 我在日本采访了 日本的一位历史学教授 大古正先生 他当时给我讲了 他根据日方史料查证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说 如果平壤之战 清军没有当时在溃逃的话 如果清军第二天 能够继续坚守的话 那么日军很可能 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仗打下去 当时日军 本来是想从本国运送 集养到朝鲜的 因为山路特别崎岖 所以没有办法按时抵达 以至于负责运送的一个大队长 相当于是团长 就自杀了 那么没有办法 日军只能在当地 在朝鲜的民间 进行物资的征集 那么为了征集 他在当地采用什么手段 采用杀人的手段 因为当时朝鲜也非常贫困 结果他们杀了五万多人 才收集到少量的这样的粮草 因此如果在平壤继续打下去的话 坚持不住的很可能是日军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叶志超 能够再坚持一下的话 平壤战役的结果 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这个不同 我们说也恐怕只能是暂时的 因为在战术上能打成平局 并不意味着在战略上 我们能够翻盘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审阅当时 日军与清军的一次战役的话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平壤城下 尽管中国是大国 日本是小国 但是双方的兵力 却几乎相等 根据日方当时对中国情况的 军事情况的这种简报 也就是说他通过情报经济分析 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前 清朝的军队一共有100多万 听起来数量很多 因为日军当时一共是 大概是26万正规军 15万的军夫 那么这样一笔的话 好像中国的军队比他要多好几倍 可是中国的正规军 确实既不被日方寄入中国的战斗力 也不被中方寄入他的战斗力 那么这是什么呢 就是清朝的八旗 因为名义上 这七八十万八旗兵 都是清朝的军队 可是这些军队 只会提龙架鸟逛戏园子 可是完全不会咱们打仗 那么真正清军能有战斗力的 有多少人 一共是怀军乡军加炼勇 是35万人 那么真正投入到前线的部队 一共多少 根据日方的资料的统计 中国军队应该在前线投入的 一共是12万到15万人 而日军当时跨海来跟中国军队挫战的 在中国这边登陆的部队有多少呢 有16万人 那为什么当时一个小国日本能够出动这么多军队 而中国反而没有足够的军队去作战呢 这是因为当时日方已经完成了它的军事体制改革 它是一支近代化的军队 它的国家体制已经支持它可以进行国家式的动员 也支持它进行近代式的兵役制度 于是日军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把部队派到中国来作战 而中国当时体制上就是一个封建国家 它采用的是养兵用兵的这种制度 所以它虽然国家大 但是力量动员不起来 这就是体制上的差距 所以即便是叶志超当时在平壤没有逃 那么这也顶多是一次战术上的闪光 仍然不能改变两个国家体制上巨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当时顶住了 恐怕也无法改变家务战争最后的命运 封岛海战 纪远舰管带方伯迁面对日舰吉野号的追击挂出日本海军旗逃跑 纪远舰为何会有日本海军旗 难道方伯迁一早就想好了逃跑计划 如果纪远舰抵抗到底 高升号运兵船上的士兵是否就有生还的可能呢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 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甲午战败的耻辱 自此深深地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 回望历史 您是否会做这样的推想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 甲午战争的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让历史照进现实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在甲午战争的所有陆战当中 平壤战役是中日双方军力最接近 清军最有希望打赢的一次 我们今天全方位地回看当年的平壤战场 双方实力相当 如果叶志超一如左宝贵般英勇无畏 平壤战场是不是可以推想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日军如果拿不下平壤 就不能这样轻易占据整个朝鲜 从而迅速推进 而清军日后再与日军时 也许不会锐气全无 屡战屡败 所以叶志超这一逃可谓是错之大义 试想一下 假如没有叶志超的逃跑 平壤城也许就不会丢 接下来的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 可惜啊 这一切只能是假如而已 事实上 整个甲午战争期间 逃跑者远不止叶志超一人 我身边出现的这位 他和叶志超一样 同样是大名鼎鼎 可惜啊 他和叶志超一样 出名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的勇猛 而是因为自己的胆怯 他就是方伯谦 大屏幕上我们看见的就是1962年出品的著名电影 甲午风云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吴不畏邓史昌在当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黄海海战中下令举剑撞向机也号 最终功败垂成 壮烈殉国的情景扼腕叹息 影片当中 有英雄就有叛逃者 方伯谦在海战里为了逃跑 甚至不惜打死自己剑上剁手的一幕 更是让人恨之入骨 影片甲午风云表现的这一幕 发生在1894年的9月17号 市称黄海海战 战斗中方伯谦率剑逃跑的事实 也因为这部影片被广为流传 甚至遭到了大家的痛恨 而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方伯谦的第一次逃跑了 早在这一年的7月25号 当方伯谦率领了纪远舰 在朝鲜风倒海域和日本人遭遇时 方伯谦就已经开始逃跑了 1894年7月25日早上7时45分 日舰吉野号突然向中国军舰开跑 挑起了丰岛海战 一开始 方伯谦带领的纪远舰尚在应战 但随着广尼舰被击中后 力不能支退出战场 方伯谦害怕了 他急忙下令自己的纪远舰向西北方向逃离战场 没想到日舰吉野号却不愿意放过纪远舰 从后方追来 方伯谦干脆下令挂起白旗 但吉野舰仍紧追不舍 方伯谦无奈之下 又下令再挂上日本海军旗 一时间海面之上出现了这样的奇景 两艘军舰一前一后 后面的看似对前面的紧追不舍 但前面的军舰上分明挂着 这是和后面军舰上一样的日本海军旗 好 我们不妨推想一下 方伯谦这种换旗子的举动 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他下令逃跑之后 看敌人来追 就挂上了白旗 告诉人家 我投降了 您别追了 看人家还继续追 干脆再挂上和别人一样的旗子 恐怕的意思就是 现在我跟您是一头的了 您还好意思追我吗 可结果 人家很好意思的继续追着他打 谈到这里 我们特别想问问方伯谦 方伯谦 大清北洋水师的管带 舰长 在大清的军舰上 您准备了日本海军的军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无论是几个意思 反正方伯谦是跑了 而且这一跑是惊天地气鬼神呢 跑着跑着 方伯谦发现迎面驶来两艘军舰 以及是自己人 他定睛一看 发现原来是 清廷雇佣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 和北洋水师的军舰操江号 正向着他迎面驶来 方伯谦心想 太好了 来救兵了 哎 怎么他们静止从我身边驶过 连个招呼也没打 哦 对了 机远舰上 已经挂上了日本海军军旗了 这两条舰 没轰过两炮 就算不错了 这方伯谦心说啊 我跑啊跑 跑啊跑 可是日军的极野舰 他怎么就不让我跑呢 说是迟那是快 眼见极野舰 追到只有大约 两千五百米的距离 一炮就打过去 此时的方伯谦 恐怕还是嫌自己的船 跑得不够快啊 在风头海战之中啊 方伯谦在围杆上 既升起了白旗 又升起了日本海军旗 那么就不由得让人想 说是不是方伯谦这个家伙 在海战之前 就料到了 自己可能会碰到这种困难的情况 而且呢 在那之前就准备逃跑 准备投降 所以呢 才在自己的军舰上 准备了日本海军旗 这样说呢 可能倒是冤枉了方伯谦 因为在当时的军舰之上 为了能够进行这种国际之间的交流 每艘军舰呢 都保留有各国 这个海军的军旗 那么方伯谦从里面找到 因为日本旗 然后挂出来 这倒也不奇怪 可是这个不奇怪呢 并不能改变 他当时确实逃跑了 这件事实 他为什么要逃跑 他逃跑的真正原因 恐怕还是逃不了 贪生怕死四个字 因为在日本海军史专家 平田尽策的文字之中呢 就把方伯谦称之为 逃跑的专家 说是当时日本海军 看到方伯谦 挂起了白旗 挂起了日本海军旗 确实一度停止了炮击 要求方伯谦 停航 让我们上来拖你条船 结果方伯谦呢 却利用这个机会 驶向了潜水 那么日军就发现不对 他并不是想马上被我们拖走 并不是想真的投降 于是又继续追击 追着追着呢 就发现不能再追了 因为方伯谦的军舰比较小 那么他在这个潜水里面走 他是可以走的 而日本军舰一旦跟着走的话 很可能就要搁浅了 就这样日军停止了追击 于是呢 纪元号逃之夭夭 从封岛逃回以后 方伯谦给李鸿章的电报上 到底写了什么 令他不仅没有受到处罚 反而得到了李鸿章的褒奖 不久之后 方伯谦临阵脱逃的事实 又是如何被揭露的 如果当时方伯谦没有逃跑 北洋水师 会不会在甲午战争的揭幕战中 就遭遇两件被击毁的结局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封岛海战当中 中国参战军舰最大的就是纪远舰 纪远舰的管带 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舰长的方伯谦 如果没有下令逃跑 而是坚持奋战到底 高升号运兵船会不会被击沉 北洋水师会不会在甲午战争的揭幕战中 遭遇两件被击毁的结果 也许还是个未知数 只可惜方伯谦跑了 而且方伯谦和叶志超一样 所有的窃战者逃跑之后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人虽然跑了 但是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跑了 还记得叶志超在逃跑途中 曾经给李鸿章的上书吗 上面说自己是栗战日军五天五夜 最终是弹尽粮绝被迫弃城 方伯谦也是一样 逃回一命的方伯谦 还给李鸿章上了一表 其言甚是壮 据记载 在方伯谦发给李鸿章的电文中 方伯谦说道 交战当日 突有无兵船多只 在崖口外拦截我兵船 比先开炮巨攻 纪远等竭力俱敌 熬战四点钟之久 好吗 我们哪是逃跑啊 人家好几个围着打我一个 我跟他们足足战斗了四个小时 方伯谦继续说道 纪远重弹三四百个 多打在望台 烟筒 舵鸡 铁围等处 只遍兵阵亡十三人 受伤二十七人 并水线边穷甲上 又钢甲处遮户 只一触中弹 机器未损 窝船伤亡亦多 也就是说 我既远见中了敌人三四百发炮弹 人死了十三个 伤了二十七个 但敌人也伤亡了不少 而这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方伯谦继续说道 五十 我船整理炮台损处 窝船紧追 我连开后炮 重伤及望台 船头 船腰 笔及转舵逃去 原来不是我逃跑 而是敌人趁我修船又来打我 我立即用尾炮轰他 把他打了一六够 吓得赶紧跑了 封岛海战之后五十多年 一九五零年的时候 日本曾经出品过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叫罗生门 电影的导演也很有名 叫黑泽民 罗生门呢 指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 去编织谎言 真不知道 黑泽民在导演这部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受到过方伯谦的启发 明明是自己被别人追着打逃跑 在方伯谦的口中就生生变成了 自己把别人给打跑了 只可惜 谎言终究只是谎言 看了方伯谦的电报 李鸿章刚开始 还真有点小激动 他心说 好小子 以一敌三还能打四个小时 可以呀 可李鸿章笑着的嘴还没合上 他就开始纳闷了 不对呀 你既远见什么情况 我还不明白 机远见的排水量是两千三百多吨 对吧 人家机远见可是四千多吨的大家伙 快顶你俩了 所谓直里包不住火 方伯谦的谎言 开始露馅 方伯谦忘了 战场之上并非只有他一个人 封岛海战结束以后 差不多十天的时候 也就是1894年的8月6日 当时国内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 北华捷报上 刊登了一篇海战中被击沉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上的船长 叙述海战经历的文章 文章中明确指出 当天早上九点 看见最前面一只船挂有日本旗 旗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 而这艘船正是纪远舰 此后 当时正搭乘清军操江号军舰进入战场的丹麦人 迷伦斯也揭发了纪远舰不但悬挂了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 而且没有向正遭受日军攻击的操江舰施以援手 甚至没有挂出信号其警示 而战斗中被日舰击伤后不支 最终自缠海底的广乙舰舰长林国祥也在材料中说明 纪远舰当时明明看到日舰攻击广乙舰 却并不来相助 反而是加煤烧足气炉 逃顿回滑 把锅炉烧得热热的跑了 很显然 在没有现代化的通信手段 让许多人串供的情况下 这么多人 重口一词指认方伯谦逃跑 并不是巧合就能说得清的 真相终于被揭开了 方伯谦抛弃有剑 先挂白旗 而后夹挂日本海军旗 他逃跑了 在电影《甲午风云》之中 方伯谦逃跑之后 邀功并且受奖 这之后 他军舰上面的水兵就向丁汝昌丁军门进行了揭发 以至于邓士昌和方伯谦还发生了一场冲突 但是电影就是电影 在实际上面却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了 方伯谦逃跑并且冒功 难道他军舰上的水兵就没有人去揭发他吗 还真的没有人去揭发他 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清朝的军队里面 有一条规矩叫做兵为将游 也就是说 这些军人并不是为国家作战 而是属于将领的私人所有 比如说 方伯谦 他是纪远号的管带 那么水兵们管他叫什么呢 管他叫方传主 也就是这条船 他是主人 这些水兵等于都是为他服务的 所以当他们作战的时候 首先是因为拿了响 然后去打仗 那么第二条就是在作战之中 要尽量保全自己 他没有为国牺牲的这种概念 那么跟着方伯谦呢 他就会有这种感受了 如果我是跟着邓士昌邓军门的话 那么这个打仗的时候 我可能会成为英雄 但是可能会死 但是如果我是跟着方伯谦 方传主的话 那么这仗打下来的话 尽管我成不了英雄 但是我能活下来 我能活下来 就意味着我以后还可以吃饥 我还可以给家里挣来富贵 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 没有国家信念的军人 也自然谈不上忠诚 所以他们不去揭发方伯谦 也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们再说一个问题 在丰岛海战之中 如果方伯谦不逃 会怎么样 由于当时重寡悬殊 纪远号当时是一定会被击沉的 那么这一点说出来的话 似乎好像方伯谦逃跑还有道理了 但是不是这样 方伯谦的逃跑 至少会有一千条的冤魂会缠着他 为什么这么讲 正是因为他的逃跑 造成了高升号上 一千多名陆军弟兄的死亡 因为当时高升号与纪远号 是相对而行的 这时候方伯谦应该看到了自己的运兵船 那么也就明白 如果他逃走的话 运兵船就会冲到日本人的火力圈里面去 就会遭到日渐的劫机 这一千多人就可能会死在海战之中 但是他却不愿意堵一堵 他却不愿意为这些陆军弟兄们 打出一条生路来 而是选择了逃跑 所以他的逃跑与他的耻辱 恐怕也就无法避免 封岛海面上 以吉野号高达23节的航速 怎么就追不上航速只有15节的纪远舰呢 当时方伯谦向西北方向逃跑的命令 是否内藏玄机 方伯谦作为一个当时正在冉冉上升的北洋新星 怎么会在自己平生的第一站中就逃跑了呢 甲午推响 敬请关注 在方伯谦下令吉远舰逃跑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回味 据说当时方伯谦是下令向西北方向逃跑 为什么要向西北方跑呢 根据考证 原来西北方向是一片潜水区 方伯谦的纪远舰吨位小 2300多吨 走潜水区也不会搁浅 但是追着他打的日舰吉野号重啊 有4000多吨 等于两个纪远舰落在一起 走潜水区会不会搁浅就不好说了 所以当时有记载说 吉野舰绕过潜水区 绕了一趟深水区去追纪远舰 否则为什么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舰 追了半天都没追上航速只有15节的吉远舰呢 电影《甲午风云》中 人们一戏可以看到 在当时的海战中 每艘军舰的管带也就是舰长的职责 他们一般会站在驾驶舱里 大声喊着左满舵或者右满舵的口令 指挥和控制着军舰的航线 只是这些口令看似简单 其实每一个口令的背后都需要相当的积累 因为这不仅要求他们对于海途非常熟悉 而且要求管带们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尤其要有很好的记忆力 据说方伯迁的记性就非常好 海途满熟于心 航线牢记于胸 人称火海途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据说方伯迁的军舰从来没在海上航行时出过问题 包括在这次逃跑的时候 事实上在封岛海战之前 在很多人看来 方伯迁是北洋水师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机远舰是北洋水师七艘主力战舰之一 能够当上机远舰的管带 也就是舰长的绝非是等舰之辈 更何况方伯迁同时还是中军左营副将 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副军长 享受的就是总兵 也就是今天军长的待遇 这样的一个人跑了 不应该呀 方伯迁1854年生于福建 六岁己蒙 十三岁那年 正好赶上左宗堂兴办的福州传政学堂招生 成为了学堂的第一届学员 在北洋水师管带级的高级将领中 他年纪最小 入学时只有十三岁 其他人大多是十五六岁 最大的是邓世昌 当时已经是十八岁 1880年 26岁的风伯迁学成归国 在母校福州传政学堂担任教官 第二年调任北洋水师担任正西号管带 随后几年 有历任郑北号 威远号管带 中法战争期间 他负责镇守旅顺 奏请并建造了至优价廉的威远炮台 名声雀起 颇受好评 1885年 方伯迁当上了纪远舰管带 试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也由此成为当时北洋水师里 最年轻的高级将领 这一年 他只有31岁 这张照片是坊间流传最广的所谓方伯迁年轻时候的照片 虽然历史有些久远 照片有些模糊 但是和一般人认为的逃兵都是贼美蜀木的形象不同 历史上真实的方伯迁似乎看起来面目清晰 梅宇之间也没有逃兵有的那种猥琐和胆怯 回座他的从军史 此前方伯迁并没有过逃跑的记录 中法战争的时候 他还曾经在旅顺 因为修建威远炮台广受好评 这样一颗当时正冉冉上升的北洋星星 他怎么就在自己平生的第一站当中 未占逃跑了呢 坊间流传的这张方伯迁照片是白面书生 但是在隔离威治海军学校保留下来的方伯迁的照片 却是留着胡子形象颇为不同的样子 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 实际上坊间流传的这张照片 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 应该是用方伯迁的组织 国民党海军少将方迎的照片 翻转之后进行艺术处理 最后得到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张山寨版的方伯迁照片 方伯迁这个人应该说身上有很多谜团 你看连照片都是这么扑朔迷离 那么他的逃跑一事 也有很多人试图为其翻案 但是最后发现 他这个逃跑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在海战之中 当时方伯迁作为舰长 他在什么位置呢 是在纪远号庄稼最后的位置 也就是在他的指挥塔里面 方伯迁正在里面指挥战斗之时 一发日军的炮弹击中 却直接撕开了指挥塔的装甲 这颗炮弹在指挥塔之中爆炸之后 方伯迁非常幸运 一点伤都没有受 但当他爬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什么呢 身边的传令兵战死了 而在旁边本来正在跟他 刚才正在跟他说话的大副审舟昌 就倒在地上 头却不见了 当方伯迁看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才发现 他的身上全都是沈兽昌的脑浆和血 而就在他前面的传声筒上 挂着沈兽昌的下巴 应该说正是这一刻开始 方伯迁丧失了作战的勇气 也正是因为这一颗炮弹 使他最终选择了逃跑和挂起白起 1894年的9月17日 黄海海战爆发 方伯迁率纪远舰再次上阵 却早得其他军舰近三个小时 返回吕顺港 难道这次他又逃跑了吗 他这一逃 给正与日军激战的北洋水师 怎样致命的打击 伴随这次逃跑 他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试想一下 如果方伯迁不逃跑 那么疯到海战的结局 会不会有所不同 蜻蜓是不是能够避免 甲午战争开局不利的局面 甚至扭转其后的战局 今天这一切 只能停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事情都是有惯性的 跑了第一回 就难免不会有第二回 事实证明 这一点用在方伯迁身上 完全适用 两个月之后的1894年9月17号 中日黄海海战爆发了 方伯迁率领纪远舰再次上阵 却再次逃跑 还在逃跑途中啊 撞成了正在潜水区 铺就舰上大火的杨威舰 根据记载 在战斗结束之后 北洋水师的军舰呢 回到港内 发现方伯迁的寄远舰 早早就开回来 停好了 都不愿意和他停在一起 所谓不欲与之同伯 方伯迁的逃跑本性 暴露无遗 相传啊 随朝末年坐着楼船下阳州的隋阳帝 曾经摸着自己的脖子对左右说 我这颗脑袋不知道多少人想来取啊 此时此刻的方伯迁应该也明白 自己脖子上的这颗脑袋保不住 1894年的9月22日 也就是黄海海战之后的第五天 仍在养伤的北洋水师提督 也就是相当于今天司令员的丁如昌 向李鸿章提交了详细的战况报告 报告中说道 自致远冲锋击沉以后 纪远舰管带方伯迁首先逃回 明白无误的说明 邓世昌的致远舰向敌人冲锋卫国 被击沉迅国后 纪远舰的管带方伯迁随即率先逃跑 第二天 蜻蜓军机处正式下令 本月18日开战时 自致远冲锋击沉后 纪远管带副将方伯迁首先逃跑 至将船物迁乱实属临阵退缩 着急行正法 任你再是怎样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在发生于农历8月18的这场战斗中 你跑了 而且因为你的跑 整个队伍都乱了 临阵逃脱 证据确凿无疑 立即正法 和逃离平壤的叶志超 被判斩监后也就是死缓不同 方伯迁被判的是斩立绝 也就是死刑 立即执行 1894年9月24号 也就是方伯迁第二次逃跑之后 仅仅第七天 这位窃战者就走到了自己四十岁生命的尽头 这天清晨 旅顺海军公所后面的黄金山刑场附近 人们依稀能透过陈雾看到一个赤裸上身光着双脚 身上只穿一条白色布裤的中年男子被押进刑场 人们依稀也记得 这个人走进刑场之前神情有些恍惚 口中似乎还念念有词 人们这才看清原来此人正是方伯迁 方伯迁的逃跑给北洋水师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因为在大东国海战之中清军本来就是以十艘军舰 迎战日军的十二艘军舰 方伯迁自己纪迁号逃走 还带动了广甲舰一起逃 在途中还撞沉了杨威舰 一下子就使北洋水师少了三艘军舰 于是在战场上就变成了七对十二的劣势 纪迁号撞沉杨威之后继续逃跑 结果比其他舰支提前三个多小时到达旅船口 北洋水师幸存的水兵还有这样的记忆 说是当丁武昌戴商返回吕顺的时候 方伯迁居然跑到了码头上来迎接 结果丁武昌的回答是 不敢当 方船主的腿好快啊 方伯迁的逃跑 实际上跟叶志超的逃跑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为方伯迁的早年也是颇有作为的 他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成绩优秀 而且被当时的这些英国人评价说他是非常聪明 只是到了甲午战争前夕 这些朝气已经消失殆尽 原因还是一个字 钱 方伯迁在这么多年做官的途中 积攒了大量的财富 而且他在吕顺 在威海 在烟台 上海 几个地方都买有房产 有人就这样形容当时的方伯迁 就说是 势路难行 钱坐马 仇城欲破 久为军 就说这位已经升到总兵级别的军官 这个时候已经是沉浸于钱财酒色之中 不能自拔 从叶志超到方伯迁 从陆战到海战 他们不约而同的逃跑 让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线 一再溃败 如果当时清廷 能够早些将这些窃战的将领撤回 派更多的像邓世昌 左宝贵那样的人物登上战场 这场甲午战争的结局 会不会有所改变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从叶志超到方伯迁 从平壤到丰岛 再到大东沟 从陆地到海上 甲午战争期间 清军逃将不断出现 在让人不齿的同时 也让人不禁会想 如果没有这些逃将 战争的结局 会不会不一样呢 只可惜啊 历史没有假如 如果在1894年9月15号 那个雨夜能够预知叶志超会从平壤狂奔五百里逃过崖鲁江 如果能在方伯迁第一次从丰岛逃跑之后就换掉他 派更多的像邓世昌那样的人物登上战场 蜻蜓也就不是那个在敌人面前 每每以溃败收场的蜻蜓了 当一个国家 他的军队当中高级如统帅副将这样的军官 遇到强敌时 首先想到的不是抵抗 而是逃跑的时候 纵有多少像左宝贵邓世昌 这样仍在浴血奋战的将士 终究只是于事无补 甲午战争的时候 中国社会已经彻底腐化堕落了 那么在战争当中 出现叶志超方波谦这样的怯战者 也不足为怪 如果没有他们 战争历史会不会改写 不可能 因为这些人在整个甲午战争过程当中 不是多数 他们是少数 由于训练管理不严 所以才造成了个别的将领 临阵脱逃 这因为它是戈壁人的脱逃一种行为 因此对整个战争中间 假定不出现这样的戈壁人 仍然很难挽救战军 岳飞说 门功不爱前 武官不怕死 则天下太平地 也就是当时的甲午水军 都像邓世昌这样的 这个惊忠报国之事 那整个战场的局面 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呢 就是当时的清政府 他不用这些忠有之事 而且清政府采取了一种 消极必战的政策 使这些英勇之事呢 空有报国之心 因为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还是我们战略决策 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失败 所以呢 根本的原因是战略的错误 叶子超和方伯谦 临阵脱逃 影响了作战 影响了战役 但是改变不了战略上 我们失败的这种结局 对于120年前的 中日甲午战争之败 有观点认为 清政府曾有多次机会 可以获得外援 来扭转战局 据资料记载 北洋水师 曾有机会获得 比日本联合舰队 及野号 性能更优良的军舰 清政府甚至曾有机会 从南美招募一支 强大的海军舰队 来夹击日本 更有两个从美国来的神秘人物 毛遂自荐 要帮李鸿章打造海军 但是 这些外援最终 都化作了炮影 假如这些援军都到位 清政府真的 有改变历史的机会吗 甲午推想 敬请关注 这就是北洋水师 在大东沟海战中 实际面对的情况 这明摆着上当受骗 李鸿章狼 晚年的时候 有点颠三倒四 尽管国家正在作战 但是这些军人 却没有把它看作一种国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